家庭的重要時間點 其中包含 原來學家曾經指出 家庭有七個重要的時間點 其中包含了 最後一個子女離家 第一個孫子出生 不算是重要的時間點嗎 可是我看乃哥他有孫子以後 整個人都不一樣了 那個表情 對 趕快 我很久沒看到 我哥華的兒子趕快 今天晚上九點 東森綜合台 全民新攻略 是